尊敬的 主位同修 主位护法 大家朝上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佛二的姻缘 再来跟大家分享 来跟大家讲讲话 非常难得 在博士进宗学会 能够举办精进佛二 释迦牟尼佛在五量寿经 讲得很清楚 我告诉我们 在经文里面 佛怎么说呢 这一段经文是讲内容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一切众生 无论你有意无意 能够闻到这句名号 或者你能够欢喜心来接受 或者用你的真诚心来称念 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哪怕是你念一句 那这个人的功德 这个人的功德有多大呢 你所获得的功德利益 有多大呢 佛告诉我们 则是具足无上的功德 就是说 你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能够接受 欢喜的接受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而获得五量无边的功德 而无上的功德 就是说明 没有比这个功德更大 没有比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更圆满 统统全部都记住了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五量寿经 为我们告诉我们念佛之人 你能够接受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你就获得五量无边 而这个功德都是最圆满的 所以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你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的善根 你的福德 非常的深厚 在这个一切善里面 无论你做哪一件善事 还不如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过去清朝初年 就是慈隐灌顶大师讲得很清楚 一切经参都消不了业障 唯独这句名号 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消除业障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要消除业障 什么样的经参都来不及了 唯独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才能够帮助我们 真正消除你的业障 因为这句名号的功德 确实真的不可思议的 这个就是慈隐灌顶大师 在《观五量寿佛经》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他在这个《观五量寿佛经》 做了一个注解 就是他做的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你要相信 确实真的 就如同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为什么没有一尊佛 都不劝导我们念佛的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功德太大 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 遇到一个人说 你不要念佛了 你也不用发愿 也不用学佛 也不要到将来 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今天能够把这个世间的 一座云山 一座金山 把世间所有的一切的财宝 金银财宝 然后告诉你 让你能够享受荣华福贵 你能不能 心能够动摇吗 如果今天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心那个坚定 你不是不会被动摇的 为什么 都是假的吗 都是带不走的 再加上我们很清楚 在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世间的这些金银财宝 特别是黄金 在西方极乐世界 一文钱都没有价值的 为什么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在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黄金为地 西方极乐世界的地 的路 是以黄金来铺的 所以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无论什么样的诱惑 你对这一句阿弥陀佛的身心 从来不会动摇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信心 无论哪一个人告诉你 修这个法门好 修那个法门好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什么样的法门来 诱惑我们 你心里面从来不会动摇的 因为你明白这个道理 最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所以很多人 像前几天 有一位居士 他刚刚学佛 而且家庭也非常过得很好 儿女也孝顺 夫妻两个过得很和睦 但是他呢 有一个忧虑 就是一个东西 让他不踏实 什么事情呢 因为他明白 这个世间有多美好 但是啊 有生必有死 有死必有苦 所以总有一天 人未有爱别离苦啊 因为爱别离苦 属于建立的 欢 恐惧 害怕 那问我 师父啊 要修哪个法门 要修哪一法 我们的家亲 家亲建属 能够生生世世 永恒在一起 你想一想 前几天 如果你想要你的家亲建属 永恒生生世世 能够在一起的话 你不到西方级的世界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到西方级的世界 你真的永远 永恒生生世世都是在一起的 不然的话 永远将来寿命到的 各走各路的 随着自己的业力 去妥胎 去轮回 将来遇到了 又不认识了 所以围堵在西方级的世界 才能够帮助我们 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的 最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在这个世上 说实在的 放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你不放下 你不行 总有一天 你还是要舍得 因为有生必有死的 哪一件事能够带得走 没有一件事能够带得走的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你能够聪明一点 对这个世上的 事实的真相 那我们在这个世上 不要做一些 干那些傻事 什么叫做傻事 放不下的就是傻事 因为总有一天 你也带不走 什么样的事 你都带不走的 没有一样东西 能够带得走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要聪明一点 做人要聪明 不用每天干那些傻事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这个也是我的 到最后 没有一样东西都是你的 都是带不走的 所以非常难得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 没有别的 就是能不能把这个世界上的 种种种的事物 能够看淡一点 不要过于执着 因为总有一天 我们也带不走 能够好好老实念佛 有一栋房子 能够住一个温暖 能够吃一个饭 对一切万物 能够看开就看开 能够看破就看破 无论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放得下 那是最好的 老老实实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比什么更重要 所以过去有人问了 我们师父上人 过去 在这个世界上 哪一些人 在这个世上 是第一大福报的 哪一些人 你能够专念这句阿弥陀佛 名号 你能够将来得生彼国 而发愿求生净土 这个人在这个世上 是第一大福报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报了 为什么 到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都有了 了生死 而且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环境都非常好 我们也不用忧虑 有病苦 我们也不用害怕 有劳苦 我们也不用痛苦 有死苦之别 什么都没有 寿命有无量寿 每一天也不用上班 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你看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每一天都是去 十方诸佛国土 去观光旅游 去参访诸佛如来 而且每一天 能够到这个世间来看一看 我们这个世间环境变成什么样子 每一天也没必要 今天要煮什么菜 今天我们要煮什么饭 今天我们要买什么菜 今天我们要洗什么衣服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不用的 没必要 每一天都是听经文法 享福 过得非常的快乐 过得非常的自在 像这样的环境 如果你明白 对西方极的世界 你这一生不发愿到西方极的世界 那是不是很可惜啊 所以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 就如同好像有一个寄托 有一个依靠 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以这个方向 以这个目标 我们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用功 一起来精进 将来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在哪里 就是在西方极的世界 你要把这个放在第一个 其他的就是十一元就好了 所以尊敬的 这些同修大的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 人一衰老 你看人一老了 什么病就来了 那有病必有苦啊 很麻烦啊 像师父昨天看到 有一个居士 他的母亲 临终的时候那种 呼吸很难 就如同那个鱼啊 缺水一样 缺阳气啊 很痛苦啊 在那边熬啊 每天在那边熬 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大家一定要知道 人一衰老 什么病都来了 所以总有一天 又离开这个世界 真的很麻烦 所以今天大家能够老实 老老实实念念这句阿弥陀佛 一切许愿 那比什么更重要 比什么更好 该上班的上班 该赚钱的赚钱 该睡觉的睡觉 该吃饭的吃饭 对世间一切许愿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总有一天 我的方向 我的目标 我必须要达到我的方向 我的目标 那你这一生就不白来了 你会到西方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跟死方一切诸佛罗就来在一起 跟诸佛福萨在一起 多么美好 而且真的永远在一起 所以世界上常常讲团圆团圆 这个世界上哪有真正的 有圆满的团圆 没有的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的团圆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团圆 你看里面有情 有感 有厌 有恨 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团圆 他没有这种事情了 全部都是智慧的 而且都是诸善善人 居为一处的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今天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 劝导我们 死方的一切众生 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都有他的道理的 这个道理就是要我们离苦得乐 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明白这个话呢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人 有多少人能够了解 真能够了解 明白释迦牟尼佛的苦口婆心 很少人 所以没办法 随着自己的业力 去搞六道轮回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大 你想一想 今天如果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眼前有两条路 一个是三三道 一个是三二道 那你想一想 你这一生 累积下来所造的业 已经多少了 第一章菩萨本应经不是讲吗 严佛体众生起先动念 都是在照应 将来随着自己的业力 那就惨了 所以 跺在三途容易 生在三三道不容易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每天我们要反省自己 观察自己 来修为 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主要的是什么 因为 世界上一切万物都是无常的 都带不着的 我来到这个世界最主要是什么 我的任务是什么 那个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一点 所以过去 顺便跟大家最后来分享一个故事 过去有一位 叫做老太婆 就是百步馆的老太太 这个发生在清朝 就是清朝杭州这一代 有一位老人家 他生活的家庭非常的不错 而你孝顺 媳妇也孝顺 但是他悟到一个道理 虽然他家庭不错 而你孝顺 但是呢 人有生必有死 所以因为这一种事情呢 他到了一个道场 问一位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叫道元老和尚 他问这个道元老和尚 道元老和尚 有没有一法修行 能够让我们一生 才能够处理生死的苦海 你看哦 人家的过的家庭 过得非常好 儿女又孝顺 媳妇又听话 家庭啊 地位啊 也非常好 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 问道元老和尚 有没有一法 有没有修行哪一法 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 能够了生死 而生死的苦海 你看这位老和老福上 很有上根 那道元老和尚怎么说呢 他说啊 欲脱离苦 五过于念佛 然念佛不难 难再持久 而持久不难 难再一心 你想要脱离苦海 你想要了生死出三界 除了念佛的法门 其他的非常难 但是念佛难在哪里 你能不能持久 很多人念佛念了二十三十年 念了一辈子到最后 改变法门了 也不念佛了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持久 而念佛持久不难 难在哪里 你能不能一心 你看我们念佛 在这个念佛堂里面 你能够一支箱里面 你在念佛当中 你的妄念不是乱想 三心两意 妄念的多 还是念佛的多 你自己去思维一下 所以印光大师告诉我们 你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 你能够天天能够 依这句名号 去真的是念 万元放下去念 那你今天念阿弥陀佛就成功了 所以这位老菩萨 听到道元老和尚 劝导这句话 道元老和尚就告诉他 你回到家里 什么样的事情 尽量不要去管 把你的心放在阿弥陀佛 然后把你的心 验在西方极的世界 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的 这个就是道元老和尚 告诉这位老人家 真的 老人家很听话 回到家里 把所有的事物 家务全部 托给儿子 给媳妇 给儿女 儿子也在家里建立一个小念佛堂 在这个念佛堂天天念阿弥陀佛 吃饭的时候去吃饭 该睡觉的时候去睡觉 该念佛的时候 就念佛 每一天就是干这一样事情 因为他不管事了 像我们老和尚也是这样 三不管 不管事 不管人 不管钱 多好 做到这种境界非常好 真的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老和尚就是这样 三不管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什么都不管 每天都是做什么 奖金 这位老人家 回到家里 告诉他的儿女 告诉他的媳妇 所有的家务 我交给你是处理的 财产全部也交给你 然后在家里 弄了一个小念佛堂 每天就是这样 休息好了 去念佛 累了就去睡觉 每天就这样做的 没想到 念了一年 一年的时间 这位老人家又回来 来找到这个道元老儿上 他说 师父 我什么都放下了 所有的家务我都放下了 但是我唯独放福下的 为什么 这个念佛 不能打到异心呢 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毛病 为什么我念佛不能打到异心 这个道元老儿上可能有神通 他就告诉这位老人家 为什么你不能打到异心 因为你的心挂念的不是阿弥陀佛 因为你的心挂念的是谁呢 就是你的子孙 你的儿孙 他的孙女 他很挂念他的孙女 所以每天像佛 虽然他有念佛 但是他的心 没办法打到异心 因为他的心 一边念佛 一边挂念他的孙女 他最疼爱的他的孙女 所以很多人有这种的障碍 说实在的 每个人都有这种障碍 哪个人不爱自己的儿孙呢 是不可能的 所以道元老儿上就告诉 这位老人家 如果你这样念佛的话 一边念佛 一边挂念 你的自己的儿孙 那当然很难达到这个问题 你不能打到异心的 所以你要学习 要对于一切万言要放下 你要异心 以异心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才能够打到异心 你今天一边念佛 一边想你的孙女 一边念佛 想你的自己的儿子 也没办法 但是这位老菩萨 真的非常有上根 他告诉 他这老儿老和尚讲一句话 我虽然不管于身 但是不能不管于心 虽然我没有管事 但是我的心 还没办法达到这样的 所以他回到家里的时候 真的用功 认真念佛 过了一年 又来找到这个道元老儿上 而且不是来问问题 是来道别 来道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老人家告诉 这个道元老儿上 再过几天 阿弥陀佛要来 借我到西方节的世界 我过几天 我要到西方节的世界去了 所以这一生 我感谢道元老上 为我的劝导 所以这一生 我得生净土了 真的过几天 一只十只 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寿命79岁 将近80岁了 除为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的 老太太 在杭州这一带 所以因为她念佛往生 什么都不管 所以大家称呼她是什么 百不管的老太国 所以很兴旺 很出名 所以到杭州这一带 很有名的 百不管的老太太 因为这样的事情 念佛往生 西方节的世界 所以今天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百不管的意思就是说 从你的心 对一切万物 你已经放下了 随着你在做事 随着你在上班 随着你在赚钱 或者做任何的事情 你不会被这些 一切的万物 而来执着 来障碍你的 这个就是 在故事里面 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 放下 非常的重要 而且这个放下 从你的心 去放下 念佛 也是如此 你要从你的心 而来改变 从你的心 来念这句 阿弥陀佛 心跟口 能够合一 那这个阿弥陀佛 就功德不可思议了 这个是简单 来为大家鼓励 这个百不管的老菩萨 能够预制十字 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没有别的 就是提醒我们 无论你放不下 总有一天 你还是要放下 因为全部都带不走的 谢谢大家 希望我们 好好用功 努力来念佛 将来 我们能够 同生极乐果 亲近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